台股天天开高走低 现在怎么买就怎么套啊 细经验各位可以留意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 魏明玉分析师老师好 千涵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金元代工传出涨价潮 那相关的细经元族群 是不是会沾光呢老师 我想以再进行 就是说包括在上半年 这个细经验相关族群个股 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干扰 等于是说上半年的一个 实际上状况是相相不理想 那重点是说进入到下半年之后 不管是说这个消费性电子 或者说5G 包括像这个智慧型手机 都不断不断做一个推陈 那等于说以现阶段 整个一个细菌炎的一个 它的一个需求 形成一个很迅速的一个回温 那包括到现阶段 我想很早 这个8寸的一个产能 早都已经满载 那后续大概 这12寸的一个部分 也陆陆续续都已经形成 这个满载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那预计到明年 明年这个第一季 甚至都还会形成一个 供需不均等 不均衡的一个 涨价的一个效应 到下半年 就明年这个一季来讲 大概预计会涨幅 高达5%之多 那包括以现阶段 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 预估今年 整个一个 这个经验代工的一个产能 一个出货 会比去年成长达到2.4% 那到明年还是要延续成长 那进入到后年的话 整个一个出货会攀高 进入到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重点我想在短线上一些 细经验的一些相关干联各股 我想在近期 股价的一个表现形态 都非常非常亮丽 那重点这个表现形态 很亮丽大的话 到这个阶段点 它相对来讲 都已经是形成一个反应 它的利多 那所以说就有一个后续 这个实务上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先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手中还持有 这个细经验相关注行 个股的投资朋友们 你到目前这个结缓点 尤其说股价都已经形成一个 短线上已经盘高 不断不断做一个创高 那我们就建议各位 不妨先短线先卖一趟 先卖 静待它回测完成之后 拉回再来买 那这个拉回什么时间可以买 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做分享 那重点刚刚这个签好 我问到就是说 以现阶段台股积极呼 每一天都开高走低 我想这个状况 从上个礼拜一路延续 到今天为止 积极呼都是开高走低 那开高走低会造就各位 当然的话 你只要说各位你只要找盘 一开盘之后 你去做买进的投资朋友们 相对到了收盘 积极呼呼 全面性套了 因为毕竟都是属于开高走低 所以我想在这个结缓点 就建议各位等于是说 你不妨 因为毕竟这个盘是已经逼近到 13000点这个历史的一个 这个不是高档的一个压力区 那我们就建议各位不妨 就是说针对目前这个结缓的策略 先针对一些个股涨多之后 它要形成一个叫回档修正 那我们就说在这个timing 先建议各位执行一个叫短空的因应 先做个短空先卖拉回 你再做个买 先卖再买 用更便宜的价格 甚至你可以买更多张 更多张 先卖再买你会赚更多 那毕竟我们要以现阶段 包括像这个 这个细腺炎的龙头 就是6488的环球金的部分 我想到今天它已经公高到434块半 那这个波段从来买迅 买迅迅要产生390块钱的后续 一路的一个攀高 我想攀高到今天 目前大概11点快12点左右 等于是说 它的量已经扩大到5300 我想就形成一个高档的爆量状况 那当然我们先各位 短线上先卖一趟 静待它拉回 我想这后续都还会在攻 你就把握这个回撤的一个买点就OK 那这个5483中美金的部分 我想从它波段买点产生 之后我想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一路往上做攻高 那重点 我们就有一个买卖点的部分 它近期它还产生这个波段的一个短 多的一个卖点在102块钱 那当然我也请各位先短卖一趟 拉回再买 这个包括像这个3532 这个像台胜科的部分 这个波段我想一路攻一路攻 到今天还在做个创高 相对应就是说它已经进入到 不管是说半年线跟年线的压力区 等于是像风压力 一样请各位高档先卖 拉回再做一个买进就OK 那近期我想我们从上个礼拜 礼拜五以来针对就是这个盘式的一个因应 不断每一天开高走低 所以说我们从上个礼拜 针对一些个股 它已经形成涨多 那涨多我们就采一个叫短空的一个因应 不管是说像台胜科的部分 我想它已经产生的短多卖讯 已经快要做一个产生请各位留意卖 那等于说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 不管说像这个风力发电像3708 像上尾头 我想在近期涨升弧度相 累积一大一大段的一个涨幅 那它从高档卖讯 176块半卖点产生的后续额党 经过也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几乎一拉回22块钱 你一张没有卖 就是差了2万2 那等于说你去做短空的话 你反而实现这个短空获利 已经赚了一张就赚了2万2 甚至包括像2417 像圆钢 远距交血的一档概念个股 到目前卖点产生之后 一空拉回 弧度也来到11% 甚至包括像我们在昨天 在Telegram也有跟我们所有的 Telegram的好朋友们分享 包括像这个6441的广定 作为迈远一产生 连续两天拉回 累计已经拉回7% 甚至包括像在硕河 我想硕河拉的弧度很深 今天一度跌了超过半根停板 短短两天拉回弧度达到18.5 甚至包括像这个5309 像这个系统垫的部分 一拉回短短两天 也拉回这个8.5%之多 那针对我想后续到底哪些个股 你还是要留意先卖再买 我想我们都会在 我这个Telegram给 各位做第一时间分享 各位你也可以直接加入 我们这个Telegram 来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追踪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Light跟Telegram 财经解释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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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